現代人飲食不正常 油炸食物不忌口 加上常熬夜 讓人在不知不覺中發福 卻不自知 只要掌握發胖警訊 就能阻止多餘的脂肪囤積 如果有像是便秘 口渴 飲餓異類等 有可能就是發胖的徵兆 那像是便秘來說 可能是因為身體的慢性發炎 跟內分泌互相影響 竟然可能影響到我的身體組成 甚至是體重的增加 那以飲餓來說 因為血糖的變化 進而造成你一些 不必要的胰島素分泌 那可能會讓我的脂肪的增加囤積 那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飲食控制 那多吃蔬菜 還有一些原型的食物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 有固定的運動習慣 那因為這個運動習慣 可以為我的體態控制有幫助 那再來另外可以建議 可以搭配像是益生菌 還有蔬果酵素等等這些 那一些專利的營養素 例如魔芋萃取 腺子纖維 柑橘 肥中芒果汁等 都是針對於代血 非常好的選擇營養素 市面上推出365PLUS 超鮮燃魔女膠囊 含有99種蔬果酵素 日本洛酸菌和專利膳食纖維 促進腸道健康 同時含有專利魔芋萃取物 能有5倍飽足感 專利柑橘與瓜娜娜 萃取物能促進代血率 有助控制體態 因為平常工作壓力很大 就會想要大吃大喝 然後就是又有一些 排便不順的問題 就會覺得身體很笨重 後來朋友就是有介紹我 365PLUS超鮮燃魔女膠囊 那我吃過之後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因為還有兩種吃法 一種就是在餐前吃 讓我就比較有飽足感 那餐後吃的話 我覺得代謝也有比較好 然後身體也比較輕盈 市面上保健品 琳瑯滿目選擇有專利成分 與認證的保健品 搭配飲食控制和運動 讓你體重管理超Easy